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倫酸鈣 在同類療法 我們有兩個很大的療劑 和鈣有關的療劑 一種是 CALCARE CARB 即是炭酸鈣 今次大家介紹的 就是 CALCARE FORCE 倫酸鈣 好了 這兩種是有什麼不同的呢 通常來說 就是 倫酸鈣 的小蚊仔 通常比較瘦的 就是 不像 炭酸鈣 CALCARE 那些小朋友 是肥肥的 兩個小朋友 都是比較白正的 但是 倫酸鈣 的小蚊仔 那種白髮呢 就是有少少 髒髒的白 或者有些啡白的 炭酸鈣 就是 典型的肥肥白白 炭酸鈣 那兩者 都是 炭酸鈣 兩者 都是肥肥大大的 那 炭酸鈣的療劑 是喜歡吃雞蛋 又是 那些 那些 八實蛋 HARD BOIL EGG 那樣 而倫酸鈣的 身分就是 通常 就是喜歡吃那些 腌肉 咸咸的腌肉 BACON 這些 那些 倫酸鈣的人 都是有些消化不良的問題 那 通常呢 就吃了沒多久呢 就會有胃痛 搞痛 那樣 那但是呢 就是 握了些氣之後 又舒服了 那 通常呢 他們覺得呢 他的胃呢 是消化 就是很多時候呢 是消化不好 那是 那就是 經常要弱點氣才會舒服的 那 那當它不舒服的時候呢 他就想吃少少東西 那才舒服點的 那 那 倫酸鈣的 那 那 通常是比較綠色 還有一些散 那 或者呢 又熱熱有水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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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酸钙是碳酸钙,都是关于骨骼 小朋友碳酸钙的婴儿,通常头顶前烟门 前烟门通常没有合脉 出生的时候,摸下去会打开多些 而鱼酸钙,通常前后也会打开多些 有时候头颅会觉得薄薄,软软,像纸那样圆 即是头颗的烟门,前后也会打开 鱼酸钙亦可用在一些情况下,譬如 妈妈曾经以前生小朋友,可能早产,加上脑积水 这个疗剂可以及早预防这种情况再出现 好,在体质方面,通常鱼酸钙通常是十分仔 就适合于十分仔,通常黏黏瘦瘦,高高瘦瘦,骨瘦如柴 皮肤骚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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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ży基硬派的癌,燃烈agtail analysis 这女生病,是同时善致什么 如果躺在背部便有些抽搐 躺在旁邊便會舒服 亦有情況下,嬰兒抱起它,好像不夠氣 Kalcap和Kalforce這兩種是主要鈣的療劑 但他們的主要成分都是鈣 佔很大的成分 所以我通常應用是斷骨的問題 或者骨是很難先復合 另外一種我經常用的是折骨素 這也是骨的症狀 另外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對小朋友的成長骨痛 另外有一個病叫Oshkutslata Oshkutslata Oshkutslata 這種病通常是骨 尤其是膝蓋的地方 突然有一個骨頭 好像有一個骨頭一樣 就增了出來 這是一種鈣的問題 另外一種應用的地方 就是有一種叫做Peraphyroid gland 副甲狀線 副甲狀線 副甲狀線是控制我們鈣的新陳代謝 有一個病我們叫做 副甲狀線過高症 Hyperphiroid Paraphyroidism 通常這種情況 骨頭上得快 出現骨頭很脆弱 很容易骨折 很容易斷骨 另外一個病 我叫Paget disease 都是這些骨頭的症狀 好了 這個鸟酸鈣 都是一個對骨質疏鬆 首選的療劑 或者是骨水炎 就算急性慢性都好 這兩種都是主要的療劑 有些情況 有些女士可能是筋形期 她就怕骨質鬆疏 醫生通常會叫她吃一些荷爾蒙藥 癡激素 如果大家害怕骨質鬆疏 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可以用這個療劑 對筋形期之後骨質疏鬆的問題 還有一種病 我們叫Oseogenesis imperfecta 叫成骨不存 那些骨朵是不完整的 有些時候小孩 初生嬰兒就很容易 如果找到骨頭刮骨 cryptocurrency 又就會變回骨頭 而據排骨頭也會有病 它的手腿屏 這是骨頭的症狀 骨頭本身的靜骨不存 有 那類型的問題 鸟酸钙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所以骨脆这方面那类问题 或者骨脆裂了很久都不好 我通常遇到断骨骨骨折 我们第一个疗剂就是折骨草 是比较强一点的 所以叫折骨草 我通常用这个 接下来我们可以辅助用鸟酸钙 还有一个疗剂和骨骨有关 就是凸化钙 这个疗剂通常出现骨骨 生得不太正 开始有些畸形像骨齿走出来 这个凸化钙是比较深入 很多时候骨脆断了之后 不单止不缝合 还开始腐蜡 这种情况我们会想这个疗剂 就是固化钙 所以这个疗剂 轮酸钙 凸化钙出牙的三分仔 或者骨骨成长 做一个我们叫做ricket ricket的软骨症 或者营养不良 做一个情况 那些学生 青年的学生 学生女 出现的头痛 通常他们因为要用功 要用脑读书太辛苦 要集中精神读书 搞出这种头痛 所以很多时候 那个学生期的青春期的 青年头痛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疗剂 好了 在情绪方面 有时候 在学校可能有些行为上的问题 他倾向于过度活跃 容易敏针容易发脾气 很多时候在学校出现行为上的问题 可能被学校叫见家长 这些这样 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 这个疗剂是可以帮助这类的小朋友 这些小朋友通常就是 青春期的 通常都是很容易不开心 很容易不满 很容易悶痛 他通常好像是不满 那样 对于压力都是不行的 至于他读书 他考试之前 他会觉得会有发病 或者头痛 那样 还有他们的身体 要足够休息 如果他一下子睡觉不好 他就很容易病 小时候 这些小朋友 很多时候出现伤风 喉咙痛 扁桃腺脏症 那样 就是事事 那样的 很多时候是很多病 那通常 他们都是比较缓慢 容易累 而用脑方面 他就会觉得很辛苦 那有时候 他们会出现那种 叹气的那种症状 通常都是因为他们感觉 养痕不够 或者叫做一些运动 他就会喘气 那样 那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 那些小朋友很多时候 就有很多的 噩梦 噩梦 那家屋着火 那样 那青春期的女孩子 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 有很多的暗瘡 或者头痛 那这些都是一个 经常之用得到的 那通常都是 他们的情绪方面 都是对很多东西都不满意 很多东西都投诉 那他们都是非常之 就是不满的 那比较上 通常都是一个 纷纷不开心的青少爷 那他也都怕冷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有时候冷的天气 他可能会冻到会出现毛病的 那CAL4这个疗剂是很好用的 相信一般的家庭呢 就算那个审婚制 不是说真的 很严重的那些病呢 但是也都帮助他们的 那个成长期 那个肌 那个骨骼的发育 OK 好 袁医生刚才介绍了的 铜内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约啊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发疗剂 可以在 铜铜锣湾 炸电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 网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